Blognet的名簿 到 你不叫什麼搞錯 這個星期的Blognet嘉賓是阿Ken 如果就這樣告訴你 他叫阿Ken 可能你都會覺得 身邊都有很多朋友叫這個名字 但是其實他真正身份 是高達同好會的核心成員之一 他說只要一講自己的網名 就應該會有很多人認得他 Gundam at EFSF 可能高達迷會知道EFSF為什麼 就是Earth Federation Space Force 地球聯邦宇宙軍 高達迷一聽我說EFSF就知道 剛才問阿Ken拿電郵的時候 他就說EFSF 然後就說E3S 我就完全不知道 那四個英文字完全無法提供 但是高達迷就知道 我Earth Federation Space Force 一看你的Blog就知道 是一個完完全全的高達粉絲 所有東西都是關於高達的 而且對我來說 小時候看卡通片 機械人卡通片 好像每個人對我來說都差不多 為什麼你是對高達情有獨鍾 你那個年代已經 那個機械人差不多 但是呢 在我們的年代 即是現在要數回 我想應該 在香港播放就是8081年 嗯 一數回的時候 8081年之前的機械人 通常都是一對一的 譬如鐵甲萬能俠 機械獸 嗯 那時候我們剛剛 八歲 九歲 都覺得 咦? 為什麼這些宇宙人這麼蠢呢? 為什麼每次派一隻來的呢? 為什麼要先打他呢? 哈哈 不拿一堆來的呢? 嗯 但是高達呢 就是一個很 一個叫paradigm shift 就是一個很 很徹徹底底的轉變 嗯 嗯 嗯 高達是軍事的機器啦 那麼呢 這裡是講一個戰爭的 而高達呢 只是一個 就是平民很不想上了的 一個軍事武器 嗯 就發展一個很史詩式的 有時候對小朋友來說 是很震撼的 還有他覺得呢 咦?看這套是比一般的 我們叫超級機械人 為什麼呢? 因為智慧型 還有它是第一套的機械人的片 是很講真實的戰爭 它只是一件兵器 還有這件事那個 整個歷史觀的假設 都是一個很現實的假設 自己是高達粉絲啦 那身邊如果有些人跟你說 我覺得超時空要賽好看一點 或者我覺得風音戰士 說得更認真 還分析得好 那個社會問題 那你會不會有很大反應 好像那些 她是我老婆來的 你不能說她 我想年輕一點會有反應 但是你去到這樣的年紀 你開始同理心和包容 就是我們認為應該就是 如果想expand這個 就是不要被人說 遇窄族 動漫迷 一番好專業的人 我反而包容多些 你這樣欣賞角度不錯 所以我們是很包容這件事 因為高達迷 當中有些叫做UC派 即是原早一點的 另一個派別 可能是新一些 那些平衡世紀 可能近年就是 Gundam Seed 這件事 有時候高達迷 都會互相攻擊 你那些不行 我或者Gundam Seed 就亂來 但其實不是 我覺得包容 總之她 Gundam Seed 找到一班年輕人 又加入了 有些小朋友 開始喜歡 慢慢大了 就會看到這個 整個高達宇宙 是多闊的 覺得這樣吸納多些 和顯示多些包容 是更加好 看Kent的Vlog 就覺得 很誇張 景品又組得漂亮 照片又拍得漂亮 就會想 你真是愚澤族 這麼喜歡動漫 但見到你真人 又不是 完全是兩回事 同學會的會員 組成 有沒有 原來有一個是法官 有一個是督察 女士 其實我們三十多歲 事業OK 不要說事業有成 但大家都是我們 譬如上市公司的領導層 有些是自資公司 即是自己開公司 有些是director 有些是designer 有老師 有教會的幹事 組成就是可以這麼闊 但大家同好都是高達 這件事 把我們這班人 是一種很開心的經歷 你自己的正職是做什麼的 我其實跟一些 我想培訓和個人發展 有些關係 職業是 有沒有試過寫信給作者 好像小粉絲一樣 那又沒有 但你說如果真的 譬如有幾個很重要 富野又又貴 就是總監督 又或者大學院幫男 就是當年高達的機械設計 如果來香港 我們都會捧牆 好像剛剛應該有一個 C3的動漫展 超時中耀賽的 那個icon 何心政治 我們很多fans 都會去聽他的talk 等他簽名 你有沒有去 我自己有去 但我對超時中耀賽 就OK了 沒那麼瘋 要拿簽名 那就是很多個大男人 在等簽名 是啊 買一盒無形 特地買一盒超時中耀賽的 那架VF25 偉機來等何心政治先生簽名 當年沒有blog的時候 你怎樣跟別人分享這些東西 沒有blog的時候 感覺又真的 電車藍一點 真的 很難會遇到 譬如我有回教會 嗯 就算回教會也不會 200人未必遇到 兩三個是高達迷的 不會無緣無故問人 喂 年終於高達了 有時候會聊一下 見到上一年紀的男生 很難遇到 反而就是 web blog forum 我想四五年前開始有forum 兩三年來blog就很流行 那種高達的朋友 會出來 除了在blog上分享些相片 分享自己的戰利品之外 慢慢就會 如果大家會認得到 那些名字熟熟地 就搞一下聚會 那慢慢就 那個高達圈子真的大了很多 講一下去日本 其實這些朝聖之旅 一年起碼一次 會有時候兩次 啊 同一個地方 同一個地方 酒業園行兩天 去這個 當年那隻一比一 躺下來的高達 就是去富士吉 找走一去 在高達的遊戲 不可以一次贏 你要走兩三次熟 排完再玩 排完再玩 第三次成功 上到高達駕駛艙 拍張照 這些當然會做 你跟誰去旅行 這個也是 十分之好 太太又拿了permit 因為試過跟她去一次 如果猛地去抽業園 看高達會悶死 很悶 抽業園 大家都悶 然後我又陪她在 新宿下 Tagashimaya 那些又輪到很悶 所以呢 兩三年會一次 但基本上每年一次permit 我可以親日日本 她都給我一個人自己去 馬上去買903blog 前面就可以找到高達迷 阿Ken的blog 啊 要再說一次她很厲害的一個網名 就是Gundam at ESFS 為了答謝阿Ken肯上來接受我的訪問 在這裡就送一首她最喜歡的高達主題曲給她啦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